天下烏烏烏烏 快跑 江哥 喝个打劲 他们快跑了 他跑个灯啊 FIRE EVERYTHING 少爷 少爷 少爷笨啊 少爷能疼我了 这是哪儿啊 好的 少爷 你在叫我 对啊 少爷又发病了 他嘴巴明明没动 我怎么能听到他内心的我 那我会多心血 少爷 少爷 老子一个堂藏天子的嘴子 不停穿越神秘 你做萌的傻子 少爷 你看 这是叶儿鞋给你买的波浪果 想不想要呀 还把我当傻子 不要 我要大白头 少爷不可以 少爷 你在哪儿学的这些 少爷 少爷不可以 少爷 你在哪儿学的这些 不可以 少爷 少爷 刘士郎跟刘姑娘来了 少爷 刘姑娘和刘士郎家 刘士郎家 刘士郎家 竟是为了你的婚事的 少爷最后了嗎 你少爷娶了刘姑娘 少爷就有家人了 我好一姑娘 竟什么事都为我考虑 我一定不能复 不不 这读心术 好像也不是完全能读懂他人内心 似乎只能读取一部分 看来还得多练习练习 看来老子艳福不浅 有艳儿这样的贴身丫鬟不说 还有这么漂亮的未婚妻 试试看 能不能读一下她的心 皮囊倒是不错 可惜 是个傻子 就算我是傻子 也是你未来的老公 爹 他怎么跟那个 别人说的脑子屈根弦的傻子 不太一样了 应该是你教他这么说 考虑 你娘死得早 现在你爹也走 所以有些事情我需要跟你商量一下 希望你那点先清楚 今日我来你赵家又两个件事 第一是祭拜你父亲 第二就是想退掉你与世世的这个不坏 世郎大人 你怎么可以这样 我们家老爷才刚走 你就想着发的退婚 不合理数呀 我跟你赵家家主说话 起轮到你个丫鬟插嘴 刚才他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你们这些下人交的 不行 赵亲公子 赵家就剩下这个傻子 不是请了让我女儿 给一个傻子受苦吗 爷 没事吧 你这个傻子竟敢打我 你敢看见他刚才脸上有个大门子 大门子 好 我不跟你这个傻子一般见识 赵林 赶紧在这份和离树上签字 这事今天就算了 对啊 我与时事的婚约已经登保护 只要我不在这和离树上签字 我俩就没法结婚 这傻子怎么知道的 我不光知道这个 我还知道你攀上了三皇子这个高枝 只要一旦摆脱我 就会想方设法把女儿嫁回去 成为皇亲国旗 你怎么知道的 我不是 关柔那个贱女人告诉你的 别告诉我的重要的 重要的是我告诉你女儿 我确定 几日之后 起来 等于向我 你不傻了 你说呢 怪不得看她眼神不一样了 即便你不傻了又如何 能娶我刘诗诗的男人 那必是人中龙凤 万中之一 而你 少林 你要是有一点自知之明 就应该知道 我是你配不上的女人 你这样的女人 我还真挺期待 我挺期待 你在这儿 这波光 求饶的样子 净子放肆 我可是吏部侍郎 正三天大人 一看是如我女 就是在如我 来人 这家伙如我朝廷命官 给我拿下 问天府 说计好厉害 大人没事吧 哎 岳父大人啊 我和我未婚妻 淘淘请散了 怎么充侮辱了 要是没什么事的话 就先回吧 七日之后我赵林 三叔六里八台大叫 登本带 好你个正乎 有毒 我们走 给我们钱 少爷 你不傻啊 嗯 那刚刚少爷是对我 少爷我 会对你复杂 少爷 在老爷灵堂前 还是注意点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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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是爹爹带你 天的皮了一股 不请不出你 非毛补 只要你平平安安 给你看 喜欢吗 喜欢 我的宝贝 少爷 您别太难过了 看来自己跟前世几种好 这么一来 这是前主的老爷 也是自己的老爷 爷 您生前给我订的会员 我一定会完成 等我睡得流失时 再把他一脚踹直 暴露 被泄弃义之仇 赵剑 你去 把我父亲这凌贵 所有药房和建国的所有人 给我立一份名单出来 老爷 父亲重病多年 就算过不差 也不会走得如此匆匆 我一定要查出谁我去重 小心 文 你怎么来二爷娘这里了 您二小二爷 想找二姨娘玩 啊 你娘现在还有事 没有时间跟你 你去找赵健 不要玩好不好 不 我就想找一娘玩 母娘 你的身上 我的什么要这么想 你个傻子 这是做什么 我是你二姨娘 上个月嫁入我赵子 和我爹也没发生 我爹临终前告诉我 让你好好服侍我 给我赵家留个后 留后 你个傻子 你知道什么是留后 知道怎么留后吗 你 这是什么人教你的 这些事 不用人教 就能无师自主 你不傻了 你是我爹的小贱 现在从了我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你为什么要拒绝我 老明 你不要胡来 你是我翻约的 我是你爹的二姨 我们不合适 这女人内心很坚强 竟然到现在还没落出破绽 让我没法读心 我爹没了 难道你要独守空房 守活广 还是说 我爹的死 和你有关系 难道他知道些什么了 果然和你有关系 这事由三皇子参与 事关重的 我不能让他知道 三皇子 好一个三皇子 想想我老 而是我爹的死有关系 你 你怎么知道 什么都没说 你的心 先告诉我 你放过一年好不好 别怕 等会儿就舒服了 二夫人 管家求见 赵连 出事了 要是让管家看到我 可怕 我堂堂赵家公子 还要看一个管家的看法不成 难道你和他有人 或者说 他杀了我爹 进来 这花是我刚摘的 多漂亮 可以来 送你 这傻子 咱都在这 你眼睛不舒服吗 要不要 我给你亲一下 别混账 他敢乐举 我是个下人 离我远点 赵秦峰死了 现在赵家的经济 都掌握在我一人手里 如今 我才是老 你早晚 都要停路 咱们可 你还先付一个手 来着 到外面玩去 我为什么要去外面玩 我跟你二姨娘 还有很重要的事情 你在这儿 不方便 什么重要的事 你个傻子 今天话倒是挺多呀 好好跟你说话 你不听 非要逼老子 动粗食 滚出去 别逼我老子 伸你 动我一下 你试试 你个傻子 你知不知道 如今只要我愿意 一脚子能把你踢开 还敢跟我顶损 还以为自己还是个主人 看来 今天就让你见识见识 是赵家 到底谁才是老大 不说 赵峰 你不要胡来 他就算暂时 那些赵家 明正言顺的主人 岂如你来打他 温柔 你什么意思 你该不会是 让我继续 伺候这个傻子吧 赵清风刚死 你就算想上位 也要等这波 会不会过了再说 我可不想被外面 那些托墨心子 给淹死 三天后 赵峰心的丧气已过 你就乖乖的 开脑子睡觉 行 三天后了 再说 你个傻子 今天脑子倒是挺凝困 过几天给收拾 刚才为什么要拦着他 你不拦着他 他现在就是一只尸体 赵峰跟着你爹闯南走北 他可是行武之人 就凭你能打得动他 你虽然不傻 也变得聪明了 但你要清楚 自己到底有几斤几两 你说我能不能 你跟武艺 怎么变得如此厉害了 我还有更厉害 你想不想清楚 就算你真的能杀了赵峰 那赵家怎么办 他现在可代表的是 赵家的经济 或是突然死了 赵家就会陷入彻底的破败 不就是挣钱吗 小意思 有我在 赵家不会破败 刚才我还劝你 要清楚自己到底几斤几两 看来你根本就没有听懂 弱大的家业 弱是要支撑 每天得花多少钱 你真的以为钱是大风刮来的吗 等着瞧就好了 三天之后 我必然收回赵家的经济拿去 并且 睡了 等着我 别睡 这个不知天高地后的傻子 这个小畜生简直太过分 不过 他不傻了以后 我算跟他确实是男子乞丐了 我若真是存的 可能 算你微尝不可能 你还在胡思乱想些什么 少爷 老爷这一个月 见过的客人 吃过的药方 全都在这里了 够得不错 对了 去帐房给我吃一万两出来 我要做生意 一万两 少爷 刚刚帐房还跟我说 现在咱们赵家连一百两都拿不出来了 现在就连我们下人都要节约用度 从一日三餐改成了一日两餐 哪里还拿得出那么多银子 给您做生意啊 我爹好歹是大夏公爵 怎么去世不久 这一万两都拿不出来了 把帐房给我叫过来 少爷 帐房里一堆事 我可没时间陪您玩 赵仲 少爷叫你来 虽然是有事情要吩咐 你听着便是 哦 那少爷有什么分复 给我支一万两 我有用 一万两 少爷要一万两因子干什么 做生意 做生意 哦 好的好的 马上 来 我们聪明绝顶的少爷 这里是一万两 您先拿着花 不够用的话 再来找我拿 哎 哎呀 你先出去 我还没带上 看看 我们少爷果然是大聪明 竟然都想到做生意了 真是我赵家的福气啊 你他妈逗我玩了是吧 你 你怎么 我怎么不傻了 少爷 我可真不说完你 您突然找我 要一万两银子做生意 我上哪吃了 那么多钱 堂堂大厦公田府 一万两拿不出来 你不是耍我是什么 少爷 您看 咱们府上所有的账本都在这 所有的支出都记录在啊 我真没骗你 赵家怎么这么 这么穷啊 少爷您有所不知 老爷去世之后 我们所有的产业都接连高兴 一个接着一个破产 要不是管家撑着 我们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钱扯万全 正傻 不会怀疑我吧 就算他怀疑也没有 我这一手账做的滴水 任何人都挑不出毛病 当真 千真万全 账本还真是滴水不肉 挑不出毛病 少爷 您在说什么 我听不懂 他知道我有两套账本 和我玩阴阳账本是吗 你好大的胆子 你怎么 少爷 我赵中在赵家做了二十两个账本 想当初我刚来赵家的时候 老爷便特地赐给我的钟子 证明他老人家也相信 我是一个忠心不二者 如今他老人家刚去世 您便如此怀疑我 难道就不怕让我们这些 为赵家心情复苏的下人们寒心吗 爷 接着爷 让我看看这真账本藏哪 账本 哪有什么账本 若是您在这府上找出别的什么账本 我赵中便原地自尽 想找到我们的账本 根本不可能 我可是将他藏在我床底下 第四个青砖的像 如果我不说了 谁也能 藏个品真呀 靳儿 少爷您吩咐 去 他补下床底下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胡乱猜的 胡乱猜的 第四块青砖下 把真账本给我拿出来 是 少爷 还有 帮我爹的建议呢 是 怎么可能 这个事我谁都没有告诉过 你怎么可能知道 你到底是神是鬼 难道 难道你真愣多懂人心 这纸啊 包不住 你当时做这些 就应该想 我尽情 赵爷找到了 不是说只有几十两吗 怎么现在还有三万余粮 我想听你解释解释 按照我大厦的立法 除了家贼 家主可以随意 我现在可以随时杀了你 还是说 你自己原地自尽 饶命啊少爷 都是管家支持我的 我就是一个张方长官 要不是管家才被我撑药 我我哪敢做家主事啊 少爷 你当真悔改了 少爷 小人真的知道错了 您再给小人一次请问 小人一定要伺候老爷 要伺候你 现在 还是跟这傻子 委屈求全为主 等管家启示 老子非好好收拾 这傻子不可 我本店在你和老爷 二十年的情分上 打算给你一次机会 可惜啊 谁让你虚与伪移 真是他让我失望 不要啊少爷 少爷笑人 真的知道错了少爷 若人人犯错 嘴上说说我就原谅 那我这个赵家家主 他又存在这必要 你真能读动人心啊 少爷 少爷真的是泰国赶 毕竟他才是赵家之主 以后还是跟着正中混才行 你俩还算懂事 去 给我支一万两出来 谢谢 大人 出事了 什么事 赵忠被赵林给杀了 他的真账本也被找了出来 现在赵林控制了账房 你说什么 赵忠竟然被一个傻子给杀了 到底什么情况 具体发生了什么不太清楚 不过人已经死了 那个傻子是我看着长大的 哪有胆子杀人 必定背后有人在教他 到底是谁呢 是柳家还是 郭文柔那小骚蹄子 那账房的事情 现在该怎么办 无妨 赵家的产业 我已经基本转移完毕 账面上也没剩多少 拿走便拿走 至于 那个傻子到底如何 你最近给我盯仔细了 是 少爷 我们还是晚了一步 就只有三千两 自从赵忠跟赵峰勾结 无时无刻都在转移咱们赵家的财产 即使你现在找到了真账本 但银两随时都在流失 所以 这边钱想进堂产都够了 行 我知道了 最近低调了吧 把所有不必要的开支都停下 有点时间 我一定要照样重新崛起 是 少爷 刘哥 刘哥 我哥 想死你了 哈哈哈哈 最近手头有点紧 得从这个傻子手里捞两个 我哥 找我啥事啊 这小子以前没少从我身上弄紧 这个好好给他上一刻 哎呀 刘哥 你父亲不在了 你就可拿过吧 哎呀 对啊 呃 带你这个好玩的地方 咱们开心一下 开心一下 开心 开心一下 开心一下 走走 求少爷 放心 哎 辛苦辛苦 让一下 谢谢谢谢 哎 啊 刘哥 我最近练成了一门绝技 听傻子 这么厉害 不信啊 坦波哥的 咬咬咬 来来来 买大白酒 大白酒 定力酒 好 好 下 四五六 大 开 四五六 大 就是开关 厉害了 是 都能听闪 有这本事 我发财了 怎么样 波哥的技术不错 啊 确实厉害 哎 波哥 我也想挣钱了 这小子上钩了 哎呀 想挣钱还不容易吗 待会儿大家都跟着我买 来 接着摇 摇 不信邪了 这就让你听出来 买定离手 这次是三个六豹子 啊 三个六豹子 压重了豹子 张家可是要赔上三倍的呀 赔上三倍 我要豹子 赔下 我要豹子 赔下 赔下 哎呀 可惜啊 可惜我手上只有200两 就算翻三倍 也才算600两 这 你手上有多少 我有啊 钱怎么有钱 我有钱呢 我有三千两 哦 快快快 钱压三个六大 不能赚一万两个兄弟 一万两个银子 白产 好 春阳 这 这 你这是干什么 啊 我不是跟你说了三个六豹子大吗 为什么要压小呢 啊 我这幸运数字是一 我猜这吧 三个一 小 傻子 有钱不赚 还幸运数字 哎呀 我啥时候骗过你啊 跟我压大准没错 哎别胡闹了拿回来 哎哎哎我都没胡闹 该开 开开开开开 停停停 这这局我觉得 争议挺大的 要不 先不开了 大家先把钱拿过去 重重开重开一局好不好 重开一局 哦对对对 咱们这已经算了 下局再开 下局再开 拿回去 啊拿回去 不去 怎么玩不起啊 认识你 赵家的大嫂子 欠你十点像 别到时候少胳膊少嘴 怪我们人 迷信 这个 嗯 这最像老对象雄厚的 你这现在又没了 咱们现在可守不起啊 这下玩也算了 反正你也没吃亏啊 算了 玩不起就危险 兄弟满头都算了行啊 不玩不起 妈的 数也数个名的呀 开 我也很好奇 可以到底是大胖子 还是死胖子 几百两大爷还输得起 开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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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 开开开 不好意思 我猜中 你不说他是傻子吗 哎呀我知道今天闲了门了 其他无聊发生什么 都不 哎呦 这压重boss装家赔三倍这规矩 应该没变 这小子出现哎 大家都听到了啊 说三个一 这真进的就是三个一 这不出现这是什么呀 喂他就是出老仙 这骰子在你手里 你说我出现 还有没有道理 你 大伙听见没 这种没有诚信的商家 以后谁和你忙 把钱拿出来 谁说我们醉香楼 不讲诚信了 孙长快 这位小哥是 公爵府赵丽 原来是赵小公爵 今日之事恐怕有些误会 不过既然你赌赢了 我醉香楼 必然会按照规矩形式 一万两在这 今日之事 到不止 这一万两是我应得的 但你们店店大 七客店 区区误会两个字 就这么结果 是不是 小子 您不吃台语 少林 这位可是孙长贵 你脑脊是不是又犯了 赶紧架 就揍了 都说是公爵府 你此刻是个傻子了 今日一见 真 两个 确实不傻 看他 压了 你想如何 陪我喝一 这事就了 这小子太狂了 敢打孙长贵的主意 敢打孙美凤局的男人 可没有几个好东西 赵公子盛情凌确 美凤若拒绝 岂不是不是好歹 今晚 逐酒论英雄 不见不散 不见不散 少林 那孙美凤可是道上的人 你招惹他干嘛呀 这道上的人虽有点黑 但胜在背景复杂关系广阔 想要重振赵家 结交这样的人 好处多多 哎 你 去把我叫的东西准备妥当 这事一定给我办的 放心吧 少爷 我的好未婚妻呀 竟然深远出去和别的男人私会 这是诚心想给我戴玉帽子 那你给 今天外面添了 注意一点别着凉了 谢谢东西 谢什么谢 你迟早是本宫的女人 公子 就是在骂三皇子 不然呢 那可是皇子 万一被别人听见了 你不怕惹事 皇子给我戴绿帽子 我还不能骂你 原来如此 公子不必太过伤心 这样的女人 不值得 今日 能来最相逢的 都是京城的青年翘楚 今日煮酒论英雄 大家尽管畅所欲言 孙掌柜 今日这煮酒论英雄 可有什么彩头 好啊 大家远道而来 搞点彩头 也能增加大家的性质 若是能解释英雄二字 并令在场所有人折服 美凤 便送上一个 从西域来的琉璃盏 价值千两 其次 美凤还能答应个 力所能及的要求 原来这女人 想通过这个所谓的 主曲论英雄找靠手 却反过来说 是帮别人做一件事 老子挺胖 我先来 张公子请 嗯 我先来 张公子请 按工资 现在丑了 我认为 聪明绝顶 为之鹰 胆识过人 为之雄 有勇有谋者 可称 英雄 好 有勇有谋 张公子说得好 竟然张公子党逐阵 老苏 也来献献献献 原来是苏公子 和林苑学士大才之人呢 公以国家生辞乙 请您赴福笔区之 我认为 西系天下 才是天酒 心中没有天下 何谈英雄 公子觉得他说的怎么了 那你不如也上去解释一番 解释 这主角还没登场 主角 好一个星系天下的英雄 不会是苏公子 对英雄的事宜很完美 看来今日 美奉是要欠苏公子一个承诺了 苏公子的见识 果然是个妙 但是本宫也有一些陷阱 皇子都来了 这最相容的面子 可真大 虽然您贵为殿下 太要论学士 光是身份 可是您有够 苏公子 你误会了 话说 主角论英雄嘛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见解 我的学识 虽然不如你 但是 我也有发言权嘛 不是吗 三皇子 真是和蔼可亲的 是啊 竟然说话这么客气 殿下严重 请讲 自古英雄无数 他们无不例外 都是以拯救天下苍生为己 为了建立圣事派遗 为毕生俗乡 他们打量过人 泰山崩于前 他灭 他们胸襟开阔 无数人才屈之入 他们大意里然 为了正义赶场龙产火血 不屈不饶 方为英雄 好 好 一个不屈不挠 不得太好 我看今日对英雄示意最好的 三殿下 这公许不受富豪待见的我 也只有能来人 兼演戏 拉拉人气 还好效果不错 三殿下就如此循环 道都的示意 令我折服 当真是具有帝王风范 啊 这个就比人一败 今天这起言正好 三殿下肯定相当满意 看来 你不用上场了 何出此言 因为三皇子对英雄的示意 堪称完美 是吗 今日谁对英雄二子示意精准 想必在场的诸位 都有看了吧 那自然是三殿下做的示意 最完美 嗯 我也赞成 既然都赞成 那这琉璃奖 还请殿下收下 我不赞成 我对英雄二子也颇有理解 像上台说的 你是何人 在下的未婚妻 刚才承蒙太子殿下照 在下公爵府 照 哦 是刘世郎的女孩 三殿下 勾引丘 还被抓了现行 你笑得胡说 我 我与狮子姑娘 乃是普通朋友 我可什么都没说 天下 这么激动员 哎 你叫我威红妻什么 狮狮 你们很熟啊 住嘴 你信不信 既然赵公子上来 言说英雄之意的 那别让他上来言说 东爵府的赵林 全城谁人不知 啥子一个 还能理解英雄之意 臭 别在这儿丢人现眼了 虚虚一个傻子 还在这儿高弹坑了 不知天高地厚 夸夸其词 论英雄 你知道英雄二字怎么写吗 把你们的狗子 你 请赵公子上来言说 认识他这么多年了 十以内的算术都不同 怎么可能不知道英雄的含义 他要是说出什么 听你 我出家做和尚 闭嘴 夫英雄 应有胸怀大 富有良谋 包藏 种鱼姬 心存酒中之量 存天典之志 顶天立地 方为英雄 好 不屈不挠 应是为人之本 然而顶天立地 才方能称 真正的英雄 看来他一直被人误会了 这样有包袱的男人 不就是我希望寻找的另一半吗 没想到这样一番话 竟出自一个傻子之口 真是打脸啊 我们被打脸 什么 反正是什么的东西 可这不好说吧 周灵 娘子 你堂堂力不侍郎之女 应该有女人来的知识 回家去 别在这丢人 今日煮酒论英雄 显然是赵公子胜出 死琉璃斩 还望收下 赵公子 你可吃这琉璃剪 价值三千两 你个败家子 简直是暴露天物 客机了 客机了 你们视为珍宝的东西 菜果给你 不 你 你 看来赵家还没走到尽头 我和赵公子合作得从长记忆了 果然内心强大的人 需要动摇对方的心力 才能使用独心术 今天把你叫过来 你应该不用来的 看来很多时候 外面的传言并非真实 这些年来 外人对赵公子的点灭 我赵家产业 现在应该都管你说 赵公子在说什么 美风不知道 赵公 一个管家的行 是不可能拥有我赵家产业 所以他找了你带池 我说的 谁告诉你的 那些都是我赵家嘴上的权 管理 条件自然 尽管看 我前前后后花了近三十万 现在的赵家 能拿得出来吗 拿不拿得出来是 只要咱们站在一个战线上 可以 这嘴上时候说的节目可没意思 咱们应该做点 那关系更好 应该说 就是 你说的 你吃过饭 嘿嘿嘿 哟 赵管家 有啥事啊 这是 我刚刚买的瓶 特意来 你少女 唱唱片 说你不傻的时候 我还真有点不相信 没想到 是真的 知道我不傻了 打算如何呀 你如果继续装傻 或许 我还能饶你 可惜 你不是真 这是打算 纠战 纠战雀巢 宣兵夺主了 赵家的产业 已经全部入入我的哪 只要你死 我便是这家 真正的家 大厦的利率 不忍 不可掌财 你就不怕孙美凤 背叛你吗 知道你得完 去找了那个女人 不过 狡兔上有三窟 你以为 我会把所有的鸡蛋 都放在一个篮子里吗 住手 想读赵峰的心 看来有点软 这两个人身手都不错 若我一个人 倒也能全身而退 观念是有厌子 少爷 别乱动 我会很利用 等干掉这傻子 再找机会杀了赵峰 到时候便能坐收渔翁之力 看来有人身边养了一条狼 却浑然不知 什么意思 他打算杀了我之后 再杀了你 来一个坐收渔翁之力 你胡说八道什么 大人 你可千万别相信他的嘴坏 直到临头 还敢挑拨 他和你老婆张势有一腿 最近的一次 是昨晚的死侵天 你 卧槽 卧槽 还有更劲爆的你想知道吗 你儿子赵峰 谁是哪啊 你胡说八道什么 我杀了你 你先出去 我不能 出去 你在这准备妨碍我 接下来 该杀你 杀我 老子打了几来场的 除了败在核弹之下 还没有任何 你以为你真的可以 你竟然有宗室之命 这怎么可能 你明明是个傻子 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如此了得 你 你 我接你 你个傻子 你真的杀了赵峰 你理解过了 是他想杀我被我敢杀了 你糊涂 自从你别死了 别人都想传识赵家那天 赵峰他虽然有野心 可他心里是想要保全赵家家业的 我本想对他家与控制 你此需愈恶 这个心思全白费了 我 卑 狼子野心 他还想为着我们赵家找起 简直是笑话 今天 我就先杀了他当总裁为他 来日 再杀了三皇子这个罪魂祸首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若敢杀皇子 别说是你 整个赵家都要跟着陪葬 我看你真的是疯了 我赵灵言必行情必果 若不是我质疑本心是为了赵家 你的下手还不明显 我知道 你每天给我父亲活 虽然是他自愿 但你依旧难堂棋子 没关系 反正我也活不了多久 用我这条命换你了周旋 让我治理器 你就知道 老爷 你我之间 我一直是这 进了 我就讲你 许个我找 他虽然智力欠缺 但他能很善良 在我走之后 希望能有一个新的国家 帮我一起照顾定 我一定会照顾好灵儿 那么这个终于 就交给你了 希望你 不要泄气 老爷 老爷 老爷你谢谢 那你想对我怎样 三日之前 我说要找护照 并且事业 今天 就该对写诺言 不要 不要这样 你放我下来 会不会免得这样的事 大白天 他会不会起笑的 还真把自己当长辈了 我爹把你许遍给你 什么都知道了 痛 我请你不要紧 我真的还要做好准备 现在工程 你爸这身子让他拿去 此时之后 我只能永远离开公爵府了 这女人 你这是在做什么 给你盖个戳 以后 你就是老夫的人 殿下 赵丰 死了 死了 怎么死的 作为家仆继续主家家产 摩害家主被赵林私处了 赵丰以前可是个将军 你一两天 就这么被赵林那个小子弄死了 不仅如此 孙美凤还将赵家家产 悉数归还 公爵府 活过来了 费尽心思弄死了赵清风 这下大方 他儿子倒成了顶梁树 还有什么事 说 赵林已经动身前往牛府 准备引起牛居居 录尽心思弄死了 刘伟虽然现在只是个舍郎 但是父皇早就想把他立为尚属 立国 我是六国当时唯一没有其他皇子插手的 这次 你必须把握住 若是赵林成功允许刘师师 如一是成为殿下 收复立部的刘大总队 既然那傻小子想死 我便成全他 军事已到 你们刘府 还是赶紧把新娘子送出来 怎么还没出来啊 是啊 这老祖宗定的规矩 刘府今天是要打老祖宗的脸吗 新娘子快出来呀 是啊 让我们渐渐息量的 爹 现在赵琳已经闭上了门 我们该如何是好啊 没想到赵峰那家伙 竟然连个傻子都对付不了 难道就让他这么胡闹下去 没办法了明 爹是力不赐了 用不了多久就会生前赏书 若此时留下什么口舍给别人 后果我们承担不起 难道 难道您真让我嫁给他 那三皇子呢 三皇子怎么办 事到如今 只能先把他淫进来 拖延一番时间 可三皇子也没有什么动作吧 那若是没动作呢 那 暂时先回去你吧 今日让诸位久等了 你进来接亲 便进来接试试吧 小旭 见过岳父大人 各位父老乡亲 今天是我赵林大喜之日 多谢捧场 多谢捧场 恭喜恭喜恭喜 坐吧 刘夫大人 我娘子呢 啊 呃 女人吗 这么重要的日子 书装 难免耽搁耽搁 书装 我看是故意躲起来不想见我 在这拖延时间等三皇子呢就 你是怎么知道的 你怎么知道的 难道我刘府有你的眼前 老天爷 给人观赏一扇门 就会给他哥哥一扇 之前大家都嘲笑我是个傻子 现在我全日 老天爷赐给我的一个本领 想知道吗 什么本领啊 那就是 听见别人都底心想 去世 怎么可能 赵琳 你少匡骗我 你以为你是神仙吗 还能听到对方心里在想什么 我呸 既然被你猜到我们在客源市边 在等三皇子 就应该指南而退 你爹当年尚在 那可是大下 堂堂一等公爵 剩下都得给他三分薄面 你去吧 却无公不利 连世纪的资格都没有 一切不是你 谁什么跟这种样子 王子 厉害吗 圣上的儿子 龙子 我呸 掏开身份 难道他比别人 多长三条胳膊 八条腿 我告诉你 今天你女儿刘诗诗 我娶定了 你 别藏着了 我都看见你了 出来吧 赶紧和老子回去动房 呦 娘子 你是想让我把你抱上花椒 还是乖乖和我一起走出去 赵宁 你休想动我一根手指头 一根手指头 那你也太小看我了 老子要把你吃干了 别说一根手指头 就是一颗头发 三 我会放 你用吗 不是 混蛋 你越忙 我就越兴奋 哎 别人去带你们也行 在这 不可以 你太过分了 刘师郎 你给老子闭嘴 动动你的猪脑子好好想想 你要是不把刘诗诗嫁给我 你就会背上背信弃义的名声 皇上 会把尚书一直给你这个背信弃义的人吗 刘师郎 你这二十多年的心血 多少次已经生下气做牛做 任劳任怨换来的工程 好 男子 身上好一股质子香 看来是需求比较忘事 今天晚上 就让我 停车 徐轩 徐轩 你没事吧 没事了 发现有过在 谁都不能欺负你 你终于来了 乔丽 你只不过是小小公爵之子 你怎么敢如此的放肆 殿下什么意思 都哪儿不忘了 你还装什么 我早就知道你在装的事 我更想你 实相的话自己退婚 否则 否则就是跟我作对 跟你作对 徐轩王启元 你不怕我这个皇子是吧 赵丽 你太 这可是当今皇子 你怎么有点尊备之先都没有啊 赶紧给殿下 磕头认错 否则我手里的宝剑 剑鞋了 跪下认错 那好像确实得跪下 那你还不跪下 要跪下的也不是我圣鬼爹 我看你的脑子是不是又微光了 啊 你知道现在的情形是什么样子的 老练 这是当今皇子 你怎么能让皇子跟你跪下身窜 我看你还真是看不清楚形式 不懂的尊卑之别 世人说梦 就凭你让我下跪这一招 我就能让你下跪 背什么话呀 动手啊 哎呦 挺热闹的 孙美鳅 你什么意思 大概是保护林哥哥了 超人 你既然跟这个贱女人在一起 你可真是不知秀之 我是什么女人 老娘混进江湖多年 虽有婚嫁 但上知洁身自好 而你身负婚约 却和别的位高权重男人勾勾搭搭 到底谁才是贱女人 孙美鳅 你最好搞清楚形式 赶紧走 否则后果自负 林哥哥 你真聪明 早就猜到三皇子今天会来 今天正好干嘛 什么意思 目标是我 拿下他 大胆 这来当今天子千金之体 我不要命了 赵琳 你不要回头啊 你若在我留府 拿下皇子 那不是把我灭害了吗 岳父大人 咱们是一家人呢 这一家人不办两家事 出了事 大家一起扛啊 拿下 帮赶紧接近殿下五步之内 死 秦轩可是武装员 武艺高超 就凭你们这些砸碎 还奈何不了骨 动手 找死 这 武装 就这 我爹身体明明每日一模式 你为何要失意杀手 我既然无法读取他的内心 看来这个命令一定很重要 我只不过 基于你赵家的家产 没有为什么 好大的胆子 我杀了你 你敢 你不怕被灭酒足吗 你不敢的 你还挺有感性的 你这条命的确实 我要 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难不成 你还想想父皇 要什么情况 我快就知道了 再爱他去 好 林哥哥 你放心 有我安排 谁也找不到 你敢 少林 你傻天空 我不是皇子 少林 你糊涂啊 你是民 怎么跟皇家斗 天子犯法 与庶民同 这句话 是玩笑吗 你太天真了 谁要话少说 咱俩现在是一条绳上的骂 我就问你一句话 刘诗诗 你是嫁 还是不嫁 迟到如今 你到底想干什么 老真不说 我说过呀 我要他的命 发挥出最大的价值 你想当立部尚书 最好就好好配合我 他一个皇子 必然会传遍全京城 你打算何时动身 立刻 等时机成熟 你就去举报 立大功 尚书以为 就离你不远 好 就这么干 干他娘的 爹 您只要跟这种人渣合作 住口 赵林纵有万般不是 事到如今 我也只能这么干 若真能成 说不定 我还真能当上那个位置 你为了您的仕途 就要把我吞入火坑吗 你叫谁不是嫁 哎呀 如今三皇子身陷淋雨 你又与赵里又婚约 光明正大名正言顺 你就看清现实吧 娘子走吧 再耽误可就要错过及时了 爹 爹 拿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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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一直寫上這個 我已經寫上字了 你要想要儘管拿去 離開公爵府 沒人敢來 哎 你還要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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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少爺 您為啥還要和劉家屬關係啊 這你都說了 這叫關係 咱公爵府能利用的關係很少 那本少爺 會輕易放過這次良機嗎 原來如此 少爺還真是能屈能伸 那個那個 哎 堂鋪 堂鋪怎麼樣了 哦 少爺 咱們的堂鋪啊 一經開業 生意好得不得了 現在全京城的人啊 都把您煉製的白砂糖 是做神物 好 對了 那件事怎麼樣了 啊 上去 立正 咱們公爵府 身負血海深仇 雖然這罪魁禍首已經抓到 但想要他的命 沒那麼簡單 所以我想賭一步 為老爺報告 一榮俱榮 一損俱損 一損俱損 若這次 我們公爵府能夠重新崛起 大火吃香的喝辣的 如不能 大家一切不死 共犯王 共犯王 陛下您要的東西到了 快快 停下來 快快 停下來 嗯 從幾乎是明真傳說 結果 真有此物 一下 此堂均勻臭 短無細小 若唐都能做到這種程度 那另一樣東西 他也能做到 這堂坷是誰經營的 回避想 堂坷來自 官爵府 趙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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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趙清風那個傻兒子 正是 此兵立下 我已注重全城警衛衛 在京城山上下 都翻了個遍 可什麽又走了趙琳 一群廢物 李吾市長 由溫總監 啊 怎麼 全都進來 微臣參見陛下 吳皇萬歲萬歲萬萬歲 萬萬歲 劉艾星啊 你今日見朕 所為何時啊 齊麟陛下 微臣得知三皇子失蹤 自作主張調查了一半 沒想到有了一些眉目 哼 我們僅因為出動那麼久都沒有消息 都聞過 可嘲出什麼 不考 你接著說 三皇子失蹤之前 跟微臣的女婿 公爵府趙琳有過接觸 微臣認為 她必然知道一些事情 不是 柳大人 你這什麼意思啊 你是說 三皇子的失蹤 和你女婿有關 你是想大義滅親嗎 陛下 呃 事關重大 微臣也不敢斷言 還望陛下 平斷 道理在哪 在她的堂鋪里面 那凡劳劉艾星 把她給我帶來了 陛下 她是微臣的女婿 微臣應當迴避 哦 說的也有道理 這樣吧 如果你提供的信息有用 朕便給你記上一功 謝陛下 退下吧 草民見過陛下 大膽召臨 這可是當今聖上 竟敢只行此全力 還不趕緊跪下扣呗 這個陛下 草民小時候 腦子不太好使 沒學過什麼禮數 請陛下見諒 好 德琳 那個金糖 確實是你研製 回陛下 正是草民研製出來的 連一個傻子 怎麼製作出金糖 誰信呢 那你怎麼解釋 我家堂鋪圓圓瘦出的金糖 趙琳啊 你研製的金糖 對我大廈來說 具有重要的軍需意義 真以為 可以納不關你了 陛下的意思是 不讓草民賣了 哎 畢竟是你研製 朕可以拿一個賞賜給你交換 說 想要什麼 哈哈哈哈 嗯 那草民可就大膽提了 哦 草民想要您兒子 三殿下的命 陛下 你難道真的要受一個傻子的威脅 而是三皇子的生命 置之度外嗎 你知道這樣兩個東西 對我大廈何等重要 他可以讓朕 綜橫百合 開燕破桶 皇家的威脅 三皇子 來剿裂叛軍時 壮裂殉國 這小子 很肯用這個人氣 來月庭命 陛下 甭你領安衛 甭你趙林 一旦找到三皇子 立即將其拿下 畢打工 臣一定幫他 爹 對 你們的仇 還是就要報了 等一下 怎麼了 這玉佩看上去好生鮮症 公子從所而來 這個是我小時候我爹在廟裡給我求的平安玉 我可以看一下嗎 嗯 嗯 公子的父親是 無父趙清風 那就是趙林 是啊 還望公子節愛 既然這玉佩 你不是沈飛在 那就好好保管 走線 告辭 我對面 我對面 我終於找到你了 我的 我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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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要快走 不行 皇子招呼我畢宮 我若不在 他必然翻遍整個天下 這個孩子 沒有人知道他的親自 就你幫我帶他出宮 清風 沒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 只有你能幫我了 我對面 你 你一定要藏好他 這是平安玉 會保他一輩子平平安安 快走啊 你 報送 兒臣 給母后請安 哀家只是路過 皇帝不必多理 去忙吧 母后且慢 皇帝有事 兒臣 這些年一直有個疑惑 恳請母后解答 哀家累了 皇帝有什麼話 可以日後再說 二十年前 趙清風從中中帶走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東西 至今我就沒有找到 母后您知道在哪兒嗎 難道趙清風 是你指使三皇子殺的 很遺憾 很遺憾 自趙清風死後 整個線索便斷了 現在唯一能夠尋找的線索就在母后身上 嗯 香 娘親 您不能為難孩兒啊 難道打算連我也殺吧 你殺的人還不夠多 媽媽 姊兄 你的父皇 已經是天子了 你還想怎麼樣 我這真是個訴訟 而我的小八弟 還是您的親生兒子呀 哈哈哈哈 我果然有個小八弟子 你 是泥球 我把他摳過來 是老鷹 我把他熱下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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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張琳 我勸你把我罷了 把我首野通天 他就找到我 你什麼意思 找到有點 唉對了 我今天還去找你朋友呢 你去找我父皇 你說什麼 我用你的命 和皇帝老兒做了個招呼 現在你的命是我的 不可怕 不可怕 走 哈哈哈哈哈哈 啊 三點下就在這裡 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死無疑了你 你也高興的太慘了吧 還會各個身經百戰 你又如何 你死不已 拭目以愛 你沒放棄我 那就拭目以愛 我在這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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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爺 您發明的這個聯弩威力真大 他們已經全都被消滅了 那這少爺還有分證 你特別大便 啊 只不過 需要 你還有什麼意義啊 我求你啊我求你 你別殺我 我求你啊 當時你殺我爹的人 沒想 啊 我我那些都是被逼的 等一下你請我解釋 啊 聽 啊 啊 啊 你 我 你 沒想到這種事情 還有這種大軍 才能自然的家戶不成 你若现在叫我给三千 我不能让赵林老侠 你当人家咋呀 要是大军打扫军责 他手里握着 惊严惊堂的制作之法逃到别国去 这个责任 你承担得起吗 若赵林带着制作之法逃去别国 把英国国力势必转瞬 逃逸我大侠 到那时后我将不堪设计 来 上 陛下 我才不走 走 这怎么败了 这个傻子的事 陛下您没有败 陛下心中有江山设计 那赵林只是拿捏了您心中的爱国之心 老东西 别安慰朕 还是想想 我眼下 不离赵林吧 安殿下 已经难以挽为 我认为陛下可以将此事做到 尽量减少随时 是我的家 那赵林油吃变葱变一鸣惊人 不如给他个一官半吃 让他入京 这样 可以加以利用 也能随时盯着 也只能辱子 大夏历六百五十七年 三皇子赵青谋害朝廷中粮 罪不可赦 经天子持令 萧去其皇子之位 名正典型 没想到父亲的死 竟然和皇帝有关 看来只能读取皇帝老儿的内心 才能知道真相 只是一代帝王的内心是何其强大 书何看 什么 教理 到底要关押三天阿西望什么时候 你闹够了就赶紧买饭了 哎呀 娘子 现在还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 三皇子 野心被老夫杀了 什么 他说 不知岳父大人前来 不知岳父大人前来 不知岳父大人还算是这样 这次我也要谢谢你 哎 爹 这种人有什么好谢的 女儿 父亲能当尚书一职 离不开赵林的布局 若不是必须要看到他的驾驢 会甘愿放弃三皇子的性命 并且提拔我吗 你已经嫁给了赵家就是赵家人 以后对你的夫君好点 男人果然都是唯一是 没一个好东西 哎 正值的 赵林 你干什么呢 上迟 快想快想 这一乡又看不到 他的跪 没毛病吧 老子一个县呢 这双膝盖只跪天地和父母 天成运皇帝 赵曰 赵林 致言之唐有功 他将以等公爵之位 世袭于赵林之身 并提拔其为公部侍郎 监管大厦 堂业 炎业开展 林之身 谢陛下 接着吧 赵师郎 陛下 还偷我给您再先话 之前之事既然已经过了那边 过延远远 日后 只要你忠心报国 陛下自然不会 快答应 好 告诉我一下 悲惨 啊 林哥哥 这给的也太多了 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你一无反复帮了 这是你应得 但是还是太多了 我什么时候 黑的 我不想我的男人在我里面 也请 这么懂事的人 还真是首先 行 今天林哥哥就好好奖励 你不要好好奖励 有事起奏无事退朝 启离陛下 南下 灵国爆发 黄灾 未来一个月 可能会抵达我大夏境内 臣以为 提前预防 防灾之事 不得不防 众外星 有何提议啊 启离陛下 陈兴发明了一种新的织网技术 一人一日便可织三次 只需把这些织网 放在灾害旁边的稻田之内 便可拦截大量 使稻田免受黄灾 浪天里 也不失为一种划子 不知造价体何样 一亩地的织网 最多一百分钱 虽说不少 但是相比于蝗虫全部吃掉 也是可情 赵大人 你笑什么 我笑了吗 谁看见了 赵大人 你觉得我的方法很可笑吗 这可是你说的 我可没说 陛下 这赵侍郎毫无规矩 陈提议 打他二十大 让他长长继续 封为功夫侍郎 就不要在内斗了 你的新官上任 不等规矩 朕不怪你 说说 因何发酵啊 陛下 南下与邻国接壤良田 超过数十万 数十万亩地上龙网 那得是多大的功夫 这不相当于 给长城上贴瓷砖 在太平洋修锅盖是吗 有道理 御侍郎 你看待问题 还是有欠缺啊 陛下 臣只知蝗灾 有些交道信急了 陛下 不要怪罪于大人 因为微臣也十分佩服他 此话怎讲啊 因为没有十年 脑水盒就根本小 就这样的提案 也不知道当年是哪个输院 把于侍郎培养的 如此优秀 脑子有病还带病上朝 我如何不佩服 赵琳 你重点 若日后我大下遇到此类问题 下面的官员都是不惯脑子 提出解决方案 后果可想而知 赵琳 你出来 我要和你单挑 李胖 你想咆哮朝堂吗 陛下 陛下 臣一时冲动 只怪这赵琳一直言语相加 臣 只是想维护自己的尊严 高堂之上有争执 这很正常嘛 没有争论 朕怎么采纳和听取 多方建议和意见呢 李大人 这个尊严是用实力来汉堆的 是 少叔朗 面对黄灾 有何计策呀 启禀陛下 现在还不是北风季节 南下的蝗虫想上来还需要一段时间 称以为 南下的百姓可以从中原引入大批鸭苗 在南下稻田中进行养殖 待蝗虫压境之时 鸭苗也进入了城城 关键时期 而蝗虫的到来便成为他们充足的食物来源 即时 狂灾可灭 鸭苗可悲 百姓双重获利可悲 一举两得 朕白晴啊 赵侍郎的提议是什么呀 陛下 臣认为赵侍郎这个方法好吗 刘尚徒 赵林是你的女婿 你自然会这么说 陛下 赵林认为微臣的建议浮夸 他的又何尝不是 这数十万甚至数百万的鸭苗下入 等以后长大肯定吃不完 吃不完肯定要流入市场 这这么多鸭子创入市场肯定卖不完 最后受苦还是很幸 我本来只是觉得赵大人脑子有毛病 现在看来是病得不轻 天灾患肥压这么好的事怎么能算损失呢 各位大人 你们知道京城以及京郊上下有多少家烤鸭店 超过上百家 每家一天吃到三百家 整个京城每日吞吐过万 一个月超上百万 大厦十二个钟 又有多少个城市 有多少家烤鸭店 这南下的上百万只鸭子 算帝 微臣以我公爵爵位置 若有卖不完的鸭子 我赵林砸锅卖铁 全部卖下一只鸭 你公爵府刚刚元系大沙 你以为你能拿出多少钱 鸭针鸭肠鸭血 鸭头鸭脚鸭 鸭肚 没想到赵大人年纪轻轻 就如此破裂 白玉佩 少说大爷过狱了 白玉何大 余大人身体不适 赶紧抬出去 好好调养 陛下 老臣 去吧 毕竟是亲生的 谢陛下 压智皇的策略 朕认为可行 就这么做 陛下策子 女士 你刚进入公布就对公布尚书的职日开刀 是不是太兴起了 哎呀 这朝堂 局势复杂 你一个上书 我一个侍郎 还形成不了太大的势力 而公布 掌控着整个大厦制造 对我来说必须 所以我必须得拿下公布 陛下最恨接党的司徒 你现在的目标 会不会跟陛下的想法相悲 他不愿意又如何 想要站稳脚跟 就得证明自己的价值 让别人因为咱的价值不敢动 干他娘的 炸他 嘿嘿嘿 姐 喝茶 怎么只有一杯茶呀 我女婿的呢 他自有下人家 为何让我不是他 胡闹 他是你夫君 又是公布尚 更是大厦公主 你伺候自己的夫君天经地义 我 你的那个 我还有事 就不打扰你们父女团聚了啊 我先走了 女儿啊 如果没有赵林就没有为父的金钱 你跟他关系缓和还好 若不缓和 让为父以后怎么面对他 赵林就是个混蛋 住口 我劝你要看清形势 你若一直痴迷不悟 到时候人家一直凶手下来 谁也帮不了人 女儿 赵林的前途不可限量 以前我们对他那个样子 已经够过分了 人家没有修了你 完全是看在为父还有利用价值 若哪一天 为父没有利用价值了 你就是做小的 你是个女人 要懂得 好好自己的男人 小姐姐 小姐姐 少爷你喊我 少爷给你一个 哀乱 少爷给你一个 不乱 少爷我什么时候成举人了 我岳部 乃立部尚书 给你安排个举人不是轻轻松风 这就叫关系 少爷相比于什么举人 我更想成为咱们赵家的管子 你可千万不要跟我走 哎 管家这事交给样子 你有更重要的 少爷 我当真要考试吗 对啊必须考试 只有当了共识才能当官 来 你不想过一把当官的 少爷 有一点文采都没有真能考过 只要你把我让你背的一字不纳的抄上来 必须 可是少爷 您的官位可是遇词 又没考过试就这么有信心 当然有信心了 哎 你要是上不了 老从稀赖你屁股 哎呦 这不是我那大聪明中地赵安吗 来公院干嘛 是想考试当逛一个 就凭这个啥子 估计连同生都考虑过 何况是状态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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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了 这位可是汉林院爵士 你竟然敢打他 想找死吗 呦 我差点把你给忘了 你也该打 哎 我 我可是堂堂大厦举人 你一个小小家不正敢打我 我要你死 我打你们 是因为你们刚才对我家少爷不敬 他算了什么东西 要我对他恭敬 放肆 我家少爷刚刚嗜齐了爵位 现在乃是一名爵爷 我是六品爵士 大厦的官员 就算是爵爷 也没资格打我脸 区区六品官员 连上朝都没资格的鸟蛋 你装什么大象呀 我家少爷 可是皇上 玉制的公布侍郎 正三品大员 大你三品 高你六级 下官敢对上官不敬 你又打你打谁 他 公布侍郎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区区一个举人 和一个六品小力 建造当朝三品大员 还不快快行礼 快点 你是何人 为什么要拦着他们行礼 哪来的 滚那边去 超大的口气 少爷 这人看着感觉不太好惹 废话 这可是咱们龙国的大皇子 兼护城卫统领 这未来最有可能当储君的人 你认识我 不是 他告诉我的 我 我什么时候告诉过你 这三皇子挂了 就报新大催了 内面有点太心急了吧 一派胡言 我 我们什么时候跟过三皇子 你就是 赵灵 没错 刚才你叫下人顶装了本宫 本宫命你将他 断手断脚 这事就这么算了 对他就是一个小厮 敢在大殿下面前叫嚣 别说断手断脚 就算让他死十次 也难抵其罪 小子 你家主子可保不了 妈 刚才敢打我 这次你跪下求饶也没有 少爷 哎 殿下 你可处事不了他 笑话 堂堂大下国皇子 连出这一个吓人的侧子都没有吗 嗯 他乃当朝举人 也算是有官职的 即便你是皇子 想要处置他 也得经过律法才行 举人 你这个小子跟你一样大字不识几个 估计连秀才都考不上 还举人 我呸 你也是举人 这举人的文书 你应该不陌生吧 嗯 他不可能 他前不久都还是一个小小的嫁丁 就这么可能 赵公爵好手段呀 仗着自己乐章大人使手段 将一个下人扶持成一个举人 哼哼 仅凭这一点 为了让他污煞不够 殿下 这说话可是要讲证据 咱们大下是官位在前 爵位在后 即便你是皇子 但污蔑二品大员 也不是嘴上说说就能接过的 污蔑 还用得着污蔑吗 随便拿个历年相识的试卷 给他他都做不出来 这种事情啊 明艳变枝 强试试卷 你也太小看我的人了 我们今天来这拱院门口 是来参加院士的 哼 什么 院士 臭林啊 我看你脑袭根本就没好吧 相识你或许能够蒙通过关 给你的小四安排一个 具人的身份 但是那院士 是闹着玩的 无论是题目还是严谨度 我是相识的无所谓 哼 你让你这小丝 在试卷上鬼话投幅 简直是对斯文的不敬 此事 我必将禀告父皇 陛下将亲自过目你家小丝的试卷 大殿下 如果陛下真看了这小丝的试卷 不可一怒之下 怕空前库给抄了吧 我想很有可能 好了 院士在即 二位也不必耽搁 我祝你们早日取得沉寂 殿下放弃 我们一定名列前往 愣着干什么 快去快快 是 赵公爵 你当真让你那下人去考场 怎么了殿下 你就不怕我在父皇面前揭穿你 你新官上任 在朝廷之上建立新势力 我作为个人能理解 但是你要找助手 未免也太随意了些了 一个小丝 对你也能有什么保重 这不用殿下您操心 赵琳 我给你一次机会 跟着我 你以后就是从容之差 哎 殿下 我这人 搞助手 不需要他多精明 多强大 因为当你能看穿一个人心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一个忠诚的人 你什么都重要 对了殿下 我这小丝可不比你那两个才子弱 考个状元啥的应该没什么问题 倒是殿下您 堂堂一个大皇子 既然为了拉帮结派 连那些歪瓜裂枣都不放过 真是让人有点可笑 好壮 真是华天下之大气 赵琳 既然你故事抬举 就别怪我在父母面前检举你的无作非为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公爵府 别怪我 一会一旦 少爷 吃西瓜可清甜了 我看你就像个捷克的西瓜 我还是牵着你 拜见夫人 过来 你是赵家的元老 那他从来没把自己当赵家人 不用理他 那个 最近感觉你有点劳累 专门为你做了一个香囊 不会叫人啊 像 像狗 哎呦 赵琳你 热脸贴冷屁股 被人甩脸子的感觉不好吧 我告诉你 我赵家不养闲人 要想在赵家有立足之地 必须证明你的价值 你想让我怎么做 正好 哎呀 我有件事想让你做 嗯 这件事要是办好了 我公爵府 我公爵府自有你立足之地 要是办不好 那只能说再见了 月儿 少爷带你吃凉粉去 赵琳 我一定不会让你想着我了 儿臣拜见父皇 老大来见朕 所为何事啊 回父皇 儿臣此次前来 是来举报公布侍郎赵琳 还有动摇我本之举 此话怎讲 人人都知 可考是我大夏世子之根本 然而 赵琳 肆意妄为 依照自己 岳帐 举部尚书 刘坤的关系 把自家 木木石丁的家丁 送去供院可考 企图在朝堂之上 达到 结党一次的步 家丁进供院 你是说 赵琳操纵考试结果 所以这倒不至于 毕竟礼部的制度 还是相对于完善和严谨的 只是儿臣对于赵琳的做法 非常感到不止 你的意思 送家丁去院士 就动摇狗本了 一个下人 怎么可能和那些寒窗苦读 十年 甚至几十年的 知识分子同台 竞技了 这不是含了 天下世子的心吗 如此这般 五十动摇狗本 是什么 朕知道了 去 把雨昌叫来 先 这倒省了 宣他的麻烦了 叫他进来 殿下 此次院士的三甲 名单已经出来了 这是试卷和名册 嗯 余大人啊 此次电视 是否有烂鱼充数之备 混进来啊 回地下 我大厦考核客客 所有进入院县之人 都绝非泛泛之备 这次考试 考生水平相当 我和众疗们 也是费尽精力 才得出用力 嗯 老大怎么看 不可能呢 李大人 你仔细想想 就难道没有在考试之中 讨历画幅 胡说八道的什么 绝对没有 老胡虽然年事已高 但记忆力 尚未衰退 本宫没有怪您的意思 您再仔细想想 有没有一个叫 赵剑的人 他本是一个家谱而已 赵剑 确有此人 我对他记忆颇深 那这个人的事件 是不是不堪入目 惨不忍睹啊 殿下 此言差矣 这 殿下 此次院士的头奖 便是此人 没想到 他竟然是一个家奴出身 这就更让老臣 对他 佩服得五体投尽 什么 陛下 您一看便知 此人的失惊失忆 远胜他人一筹 这里挑灯看见 梦贼 八百零分 五十千分 再万成 杀 秋 好啊 这赵剑的小丝竟有如此大财 宣他 朕要亲自看看 草民赵剑参见陛下 平身 谢陛下 赵剑呢 此次院士 那首贺振祖的词 是你写的 回陛下 正是草民所说 一派胡言 我早就把你的身份查得清清楚楚 从小到大 你只在学堂 半读过两个月而已 怎么可能出书 如此旷是假作 要是有人质疑你的身份 就给我狠狠地 带你回去 赤金子早晚都会发光 那按照殿下所言 难道平民之中 就不配出现有财食之人 我 我没有这个意思 国应以民为本 民乃国之根 根虽然是最底层的存在 但是却可以支撑起 整个参天大树 好 说得好 陛下 臣有一要事相求 宇大人讲 臣年事已高 已不关乎天下世子门生 这个位置应该由我大下新的树根来支撑 赵金 朕有意封你为官 但朕想知道 你对天下王朝是如何看法 府天之下 莫非王土 率土之兵 莫非王臣 少爷真的是把一切都预料到了 好 你有没有信心 接吕大人的班呢 少爷让我争取个侍郎就行 没想到竟然让我干尚书 若陛下不嫌我年少 曹明院竭尽所能 既然如此 那朕就更以为李不尚书 可见哪 还不赶紧拜师 谢陛下 学生 见过老师 惭愧惭愧 老夫何德何能 可以做你的师父 但是李不尚书 需要你这样的青年才俊 若是没有吕大人这样的公正之人 学生恐怕这辈子都要埋没荒野了 能出来就好 父皇 儿臣有些身体不适 就先告退了 去吧 你们师徒二人 想必也有很多话要说吧 也去吧 谢谢陛下 此次院士 位列第二的苏丽 和位列第三的张波 便交由李不 随便安排个官司吧 是 陛下 这赵府的一个小师都这么厉害 有点意思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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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初 我们还只是在怀疑 但现在 微臣可以确定 陛太后最终在那个人 交给了赵清风 也就是说 我这个小八弟 很有可能还活着 那我们 调查了所有的调查的线索 却没有发现任何蛛丝马迹 即使他还活着 但若永远消失的话 对陛下 更不成任何威胁 废 一个大活人 二十年了 都查不到吗 哎呀 我绝对不允许 有潜在的威胁存在 陛下 心路 或许 是我们赵可乐 风向出了问题 什么问题 我们都想着赵清风 会把这个人藏得很远 很深 可是 我们会不会把这个问题 抢得太复杂了 最危险的地方 也是最安全的 莫非 他把小八弟 一直带在身边 那他是谁呢 公爵府里和小八弟年龄相仿的家庭储从 都吵了 请问一下 公爵府内能和那个人的年纪相仿的 恐怕只有赵林了 赵林 不可能啊 赵清风的妻子那年死于难产 我是知道的呀 最后他儿子活了下来 陈太后 最近行踪如何 和公爵府 有没有私下的走动 陈太后最近身居警处 别说是公爵府走动 就是其他人 而是很少见的 这最近 总是有一种恩习感 陛下夺虑了 大厦如今也是太平盛世 林强国父 陛下又何必自立 就是因为过得太舒坦 太好了 真总感觉都不真实 八弟 你到底在哪儿呢 你们两个废物东西 连一个下人都废不过 陛下 那小四肯定是作弊啊 怎么可能是头甲 您再去找陛下解释解释啊 是啊殿下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做 那肯定是赵林搞的 我看到那个小四肩的文章之后 容轻大悦 你告诉我 我还解释什么 那不是让我出为主吗 殿下 这次我们虽然没有中头甲 但好歹也是第二第三呀 应该能分辨个不错的官职 到时候 依旧能够效劳殿下 对啊殿下 殿下还是不要再生气了 你们两个的官职 是立足来分配的 立足上出是赵林的约 会给你们两个为什么官职吗 你觉得 殿下 您可一定要帮帮我们啊 赵林的小子 绝对会关闹自仇 我们 我们才能干净啊殿下 殿下 殿下 帮帮我们 帮帮我们 殿下 什么事不做 百事有约 你们自求多福吧 等下 殿下 你 都怪你 没有去惹那个什么赵林 现在 不仅三皇子要遭殃 就连大皇子给人 抛掉了 还有他那个什么乐章 是什么立不上书 洛景下 是跟我们安排这三万的柴子 我们这一辈子就回不来了 别在这什么事都怪我 你也投不了干系 你怎么什么事都怪我 你也投不了干系 你 这不是天下 哟 哟 二位公子这么客气啊 刚见面就行如此大礼 啊 哎 不过现在这位 可是礼不上书 当朝二品大员 你们行个大礼也是情侣之主 你 治别三日 另当刮目相待 我知道您俩很难接受 但是这个就是现实 哈哈哈哈 见过少叔大人 哎 这逼都要你装了 还有我呢 我知道你是来嘲笑 你的目的已经达到了 你还有怎样 少林 虽然我之前经常骗你的钱 但是我们认识这么多年了 总算有点勤奋吧 你就当然不就想让过 饶了我们吧 哎呀 这人嘛 都是追求功名利禄的 你们的所作所为 我可以接受 我这么心善的一个人 怎么会轻易放过你们呢 你还想怎么样 我可以给你们一支机 只要你们忠于我 我可以给你们 安排到你们想象不到的高度 啊 就是最好的解释证明 你不落井架石 还要不借钱 刘龙 没错 人都需要机会 现在机会就摆在你们面前 真不真心 就要看你们的本心 如果你们真心追随我 我自然会接纳 若得罪赵五 那等一由所有 还不如一心一跟随 他两个小丝都没有 何况是我 任为赵公元 不疼老虎 在所不辞 好 我以前怎么没发现 赵林竟然这么耍明 我早知道了 能何苦得罪他 刘哥 我也愿意诚心跟着你 只要你不嫌弃我就好 都起来吧 我可以接受你们 但是你们要跟我做解释 只要你们在这张 皇帝老儿是条狗 上面按个手印 我自然可以信 赵林童 你 你真敢如此 这可是当年的圣上 我们如此如他 回头是要被砍头抄家的 他有了这个东西 就可以一辈子要教我们 干什么 只要我们对赵大人没有威胁 并且存在价值 他又怎么会害我们呢 这是我们的同民众 好 张波 张波 你这个人喜欢算计 又喜欢钱 我可以把你安排到户部 但是鉴于你是个举人的身份 就只能当个户部狼 但是不出一个月 我就会把你提到户部侍郎 甚至更高的位置 我是户部狼 斯品大员 多谢学义 你有汉林学士之位 又是会师第二 行步有个侍郎你愿意 我愿意 那条三级 这连礼物上司都做不到吧 有钱能使鬼推磨 再加上关系 这不是很简单吗 多谢队业 以后我苏力 正是你的人 死是你的鬼 我也去 狗狼你 可害你富质 这青手的怒火 少爷 现在大厦中枢六部 只剩兵部没有咱们的人了 该怎么样安排好呢 这兵部乃中枢六部之首 想要随便混进去 容易引起一个注 这对随随便便安插个角色 也很难是个高官 所以最好的办法 就是和兵部上书白语搞好关系 可是这个白语 跟皇上一样 是讨厌结党营私的人 如果咱们贸然去搞好关系 势必会被拒织门带 这事我就交给刘诗诗了 看他怎么做 他 他能行吗 这压力越大 动力越大 你懂个屁 这果然环境会使人群长 这才当上上书几天 就给老子摆架子 装深沉 不要混了 少爷 我这不是为了进入角色吗 这不是白大小姐吗 刘小姐 应该是赵夫人的 相逢即是圆 不如我们一起逛逛 没兴趣 赵林赵大人是个有学生的大才之人 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珍惜他 好好爱护自己的羽毛吧 白鱼女儿在这儿 拿下来 既然你们知道我父亲是谁 就请你们不要过来 若是让我父亲知道 定赶你们千都要管 小妞 你老子仗着兵不尚书 清扫了我山寨百来好地下 自从我不保不可 杀 杀了他 给死去的兄弟们报仇 没想到刘师是为了演戏真够拼命的 就怕到时候别真本命打进去 教练了快来人啊 这怎么回事 今天我在街上遇到一伙歹人 其实是姑娘为了救我 才受的事 这么做还可以吗 这也太不信了吧 去 这没真心还有猎性 女儿 女儿 什么没有啊 没事就好 没事就好 多谢夫人救了我家的领路 我白家可是欠了你们赵家一条命 都怪我人人数级太多 才连累到你们 尚书大人不必自信 你因为我夫君本就是童谣 我岂能看着姑娘受到伤害 惭愧啊惭愧 赵大人 我们借一步说吧 你好好照顾这人 姐姐 对不起 因为最向楼的事情 我一直对你有偏见 这都要怪我 怪我有眼无助 未曾看出我夫君 是一个堂堂正正 顶天立顶大男人 还好 还好你们没有错过 最终和赵大人走到了一起 年纪轻轻 已是三品大员 更是龙国公爵 未来前途不可限量 破镜岂能重圆啊 可是刚刚你受伤的时候 我明明看到赵大人很担心你 又 很温柔 对 很温柔 这边就是我和我夫君的现状 他娶我入门 就是为了报复刘家 只是因为他太过善良 所以还没那么错 我这就去和赵大人解释 你 你是个好人 妹妹 妹妹不必多此一举了 她跟我说过的 她这辈子都不会喜欢我 她喜欢的 是像妹妹这样的女人 姐姐 你胡说什么呢 我与赵大人 仅仅两面之缘 她怎么可能会喜欢我呢 她告诉我 她在最香楼的那日 就已经喜欢上你了 妹妹 你若有意 姐姐定愿意支持你 只有妹妹这样的女人 才能配得上赵琳 好了 姐姐 不要再说了 好生休息 难道赵琳真的喜欢我吗 我 我和他真的可以 当时越来越有意思 赵大人说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一时走神 尚书大人无关 无关 好了 难道林博喜欢赵大人 磕 但也无所谓 如此优秀的男人 三七四季也很正常 为她不中流啊 少爷 又来了 先下去吧 只是让白宇欠了个人情 还不足以达到控制她的目的 你必须拿下白灵笔 你都做到这种程度了 我要是再拿不下她 也太辜负你了 我至今不知道你的目的是如何 如果你只是为了权利 为什么一定要控制中书六部呢 我想造反 谋害我爹的就是那个贡皇帝 他夺走我的亲身 我寄我拿走他的遗弃 谋权篡位 那会成为千古罪人的 你会被世人唾弃 谋权篡位 千古罪人 自古以来 每个朝代更迭 不是谋权参卫道 这代表说 这个事还未接受 有句话叫做 传道桥头自然 可你就算是控制中书六部 赵宏大儿子赵秦 二儿子赵延 都不是泛泛之辈 一个是护城卫统领 一个是正美大元帅 接手握重大兵权 我明白 你是想说 我能扳倒朝堂上的大臣 却扳不到皇帝这两个儿子 对吗 他们和三皇子可不一样 就算是你手握他们的把柄 皇帝老儿也会维护他们 真没想到 你还能看到这一点 真是让人欣慰 看来你 对我还是有点作用 皇帝老儿护独子这个事 我是见识到 但即便这样 我还有法 什么法 让他们两兄弟斗起 有誓起奏 无誓退场 启禀陛下 为臣要掺道士郎一本 哦 朕还是第一次听说 这上司参奏下手的 新鲜 行啊 趁着大伙都在 朕准你说都说到 近期朝廷来了许多新人 而这些新人 个个都位列大厦中苏核心 并且十分年轻 这自古后浪亏钱了 这朝堂之中有新鲜血脉 不是很正常的事吗 是 朝气蓬勃的朝廷没错 而位列中苏的各位大臣 却都是与赵林有关之 吏部尚书大人就不说了 赵林岳父 吏部尚书大人赵剑 户部 郎中张波 刑部尸郎苏栗 都是与之有瓜葛之人 结党营私之心太明显 请陛下明鉴 要是说有关系就是 结党营私的话 那诸位或多或少 都有些牵连于大人 只参我一个人恐怕 这些所谓的新鲜血脉 在中书毫无建树 却都位列高官 用了什么手段 赵大人你自己清楚 陛下 微臣有事举奏 说 这是微臣 苦心研发的税法新证 非常适应于大夏国情 请陛下过目 那真是你写的 微臣不敢作假 电入货部 想快点往上爬 就得拿出点有用的东西 这个肯定能帮到你 好 睡法体系 写的真好 这正是我大夏财政 所需之物 气统 那几个字 并然朕闻所未闻 但却令证 耳目一新 多谢陛下肯定 微臣觉得 可以推行此证 好 站准了 就由你来执行 对了 在郎中一直 有点委屈你 今日起 就是 处雾是郎 多谢陛下 陛下 微臣虽高进行步不久 但也略有感悟 所以 写了些东西 陛下 过去了 这个囚员 还没有 哦 这个囚员 咱们 受伤了 最后 哎 这个是给你的 继续 主王 你怎么了 你给布皇康了什么东西 陛下如此的伤心难过 来人呐 带下去 听我处置 这哪里是伤心 这是喜极而泣 朕因为又看到了国家律法之希望 这部律法六点所述 正是我大下律法之所向之处 律法仪式自古就是个难题 起心为止 就是朕看到的最全面 最严谨的律法典章了 谢陛下 今日这两股朝天的心血 与朕刮目相看 朕心甚畏 朕心甚畏啊 李大人 你不是说这两股心血 毫无见书吗 今日又待怎讲 陛下 恕老臣眼镯 行了行了行了 念你多年为国操劳 但今天就不至于你了 以后要记住 不要以老卖老 瞧不起这些大下的年轻人 精了没有 老臣明白 陛下 微臣要参与上书役 你 赵大人啊 今日之事就暂且过了吧 没必要就不放了 陛下 老臣已经知足 赵大人这是有何必 陛下的意思是 不让微臣说 我不是不让你说 都是朕的陈宫 你说多了 有何意义 赵师郎 今日陛下跟他有些烦恋了 你少说两句 今日朝堂之上 文武百官面前 于大人侮辱 微臣实在是如梗在后不独 所以微臣必须要说 说说说 要是说钱 要是说没有剑术 恐怕非于大人莫主了 赵令 羞的胡说 你一个什么羞被干的小子 有什么资格说我 于少 在公布上书一直指你 发明了一些农具 和几个搁置的战车之外 好像是私用的东西一个没 即使啊 于少 都是发明了什么 保温的泡脚痕 就能当上师 实在是 天下的大气 赵令 你放屁 我 若如此毫无建树之人 都能位列中书大臣的话 那岂不是寒了天下 真正有大财之心的人吗 赵令 张得自己至堂俱言有功 亲人太身 老臣 老臣女之而愚超 岂有你说的那么不堪 你请示不堪这么简单吗 启禀陛下 不仅如此 公布上书 贪污成性 每年公布公用的制造款项 不少一部分都进入了这对书职 冤枉其理大人的口袋之中 父皇兵剑 赵令就是赤柔伦的冤枉 于大人 这出了名的青脸 怎么可能贪污 于大人怎么个青年发 还望在大殿下自 老红是上面谁人公司 于大人 平时连关炮破了 都是自己一身一线的 平时连都是以宋石为主 七人才是一枚鸡蛋 五个月才吃一顿肉 作为一个当朝二品大人的中书大人 如此度日 无视清廉 是什么 你笑什么 身怀数百代 你却如此的结衣缩食 我们真这么会演 一拍 陛下 哪有什么事物百八两成块 赵令 他去当时已经疯了 现赢四十万 溺于老家的骨仓之下 黄金八万两 藏于老宅的粪坑下 周氏钱庄 以自己远房表弟之名 存了八十万 得胜粮装 吴济明粮票 百万斤 这些 足够咬活一批军队了 陛下 如若不幸 一查便知 公布 关乎整个大厦制造款项 如此巨额财产 竟被鼠逆 余大人 可以想象 公布这些您建造的东西 是什么都死 扎勾 西关大坝决堤 渡口大桥断裂 三道岩的腐朽 哪个不是你贪莫所致 而你每次 都推给天灾人祸 毫无收敛之心 余政和余政迷 死不足惜 你竟然 吊杀了 我 余大人 我知道我说的都是真的 你应该也知道 我知道你的苦 只要你亲口说出来 我想陛下 肯定会从轻发落的 不 余政贪慕 罪恶 罪无可恕 来人 请老前 如若是指导病 陛下 老前贪慕的烟梁 没花一分一理 全都给他 我告我 皇帝老儿果然是要维护自己的儿子 余政 汗墨巨大 收入天牢 剩下的事情 九三法司审明后 待经定夺 真累了 都下去 老大留下 跪下 姑姑乃朝廷的重重之重 你都敢伸手 你好大的胆子 父皇 儿身知错了 请父皇恕罪 儿身怨 接受一切受罚 父皇 少年心机不纯 可害死了老六 要对我下手 不断我皇帝血奈 痴心恶猪 人家有理有据 你干的事情 不可谓不获奖 你太令朕失望了 不过 这赵林的心思 朕是越发看不懂了 以他现在 在朝廷的威望 似乎已经 越来越难掌控了 父皇 儿身觉得 是时候干除药 赵林了 留着他 对朝廷 对宁 都是一个 不够控制的祸害 陛下 二殿下阵队 回来了 哦 快叫他进来 儿臣参见伙 不必举令 起来 父皇 此次阵备 儿臣成功击退北蛮 对令旗退兵三千里 此乃敌军祥书 请父皇过目 终于出了个争气了 你做得很好 父皇年仲 能为父皇分忧 是儿臣的知识 赵言听风 即日起 朕立你为太子 未来储君 谢死 老大雅 还不见过太子 大哥也在 赵琴 见过太子殿下 大哥 新兄弟 这里没有什么外人 和必行这么大门 我知道 有的人心中不满 但我要告诉你们 只有兄弟齐心 在这个世上 就无人可以撼动 我皇家的地位 凭什么 凭什么他可以当太子 就因为 他有退北之功了 大侠 兵枪马装 老二出国 过去就走了一个过程 就封他为太子 凭什么 你怎么来了 很生气对吗 这醉香楼 可是我公爵府的产业 我为什么不能来 就算是你的产业 我堂堂大厦王子 你给我滚蛋 都想看到你 堂堂一个大厦的皇子 在这借酒消头 和一个臣子之情 真是让人可笑 谁不是我杀了你 杀了我 杀了我有用吗 现在赵岩才是大厦的储君 而你一个刚犯错的皇子 又要杀我这个中书大臣下场 你应该知道吧 你到底想怎样 我想帮你 怎么帮 帮你解决了他 赵岩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猛坏太子 咱俩就别这么虚伪了 如今赵岩已经被册封为储君 而你呢 已经没有机会了 要是他不死 你可就真没一点机会 你住口 我们兄弟之间 不需要你来跳步 就算他当上太子 我也是他大哥 日后我们兄弟之间 竟能相敬如兵 顾着天下 相敬如兵 还真是让人可笑 你可是堂堂的护城卫统领 有进军三万 护城军两万 虽然这兵马不多 但都是精兵强将 又是京城核心部队 要是赵岩登上了天子 你这个身为大哥的护城卫统领 还能作文 皇帝身体一直不好 听说一直用训命的法子活着 说不定哪天就没了 城外三百里 有二十万驻北军正在集结 说是班师回朝 但说不定在密谋着其他的什么事 说不定就是在这关键的时刻 把我护城卫给端了 可恶啊 可恶啊 你很清楚 但就是不愿意成 不可 再多说一句 我关你什么中树大城 拼了你共决服 这是我亲自研制的机械弄和设计 百步之内穿胸而过 一击毙灭 若你的护城卫装备上它 那二十万驻北军 可未免是你的罪数 行 我滚 我滚 走 虽然我不知道赵磊现在是什么形式 但是这个东西要是装备在军中 日后 定是永备与坏而跌 皇位只能是我 终究是个害怕世俗眼光的女人 算了 放在自由 还想逃出我的魔招 休想 不好意思 不打声招呼就走 是不是太不把我放在阳里 你放着让我走 你干什么 不要回来 赵磊放下来放下 放下放下你不就跑了 你把我放下来我不跑了 去我眼睛这么帮人看着呢 看着 看着就看着 让他们看着 你放下 你要我走好吗 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还是说 我公爵府哪亏待你了 跟你没关系 是我 你自己过不去心里运导课 我不合适 你还没进我赵家梅的时候 我爹就把你许配给我了 你在担心什么 你在害怕什么 我只能听到他的心很乱 乱到我没办法听清 我生 君未生 今生 我一老 什么新生未生的 那树上的新狮和老枝 不也都是在春天发芽吗 正所谓 两枝并未蠢 碎碎 我把我年少 可我 我始终被一年长了 女大三抱金砖 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不介意 可我 可我大你六岁 那就抱两块砖 你真的不嫌弃我吗 我现在或许还有些许风华 可十几年后 年老色衰之时 你还会真心待我吗 你嫁进了我公爵府 就是我赵林的家人 哪有家人 嫌弃家人的 你去把关容找回来了 没错 我找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把时间浪费在不重要的女人身上 她对公爵府 对你来说已经完全没有作用了 别说了 突然这么现实起来 我都有点不习惯 是你教我如此的 行 根据你提供的线索 我手上已经有了兵部 尚书 白语 很多把子 现在只要你能迎娶她的女儿 兵部 就能牢牢掌握在你的手中 艾琳波吗 这姑娘似乎好像对我有点意思 拿下她问题不大 女性都是牧强的 就像当初的你 但人们眼中只是个傻子的时候 就没人可高看你 而你 虽然现在风头正盛 但却比刚刚镇北成功 又被分为太子的二皇子相比 还是差得爬 太子 他对白语波也有意思吗 太子虽然身兼镇北元帅一职 但其主要的兵力都在墨北 而大皇子赵琴手下的兵丁 却全是京城周边的精髓 太子想要从内制衡大皇子 那么兵部尚书白语 就是他不得不拿下的目标 哈哈哈哈 原来如此啊 不过是公平竞争 不意思 少爷 刚才陛下已经让礼部写下聘书 说让太子殿下迎娶白姑娘为太子妃 现在已经在送聘书的路上了 知道了 是太子挺兴起的 那我也不能闲着了 下去吧 有了紫书 你便可以截然一身 好好的追求白姑娘 你这 不然让我 有点对不起你了 是我先对不起你 你放心 等我替父报仇之后 肯定还你个名分 老二想拉拢白语 你得想想办法 不然纵使有你的努力 也对付不了你 我这番就是去应对的 虽然我不知道你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 但我若登上皇位 便封你为辅佐大使 三公之首 从处六部任你驱使 那就多谢太子殿下了 好自为之 爹 您是说太子殿下 后来我们白家提亲 这消息十有八九都说不了 女儿啊 太子殿下赵也 当今的储君 更是振备他元帅 你这一次 一定要好好珍惜机会 可我如何配得上太子殿下 女儿 你可不要妄自匪复 太子殿下能看得上你 那必然是 我看得上你的理由 太子殿下能看得上我 恐怕是因为 您是中书君记大臣的原因吧 你要这么说也可以 只是 谁让我这个君记大臣 就只有你这么一个女儿呢 再说了 其他的姑娘 也没这个思想到叠叹女儿呢 怎么 难道你还惦记着赵琳 他很游戏我承认 但是跟太子殿下相比 他还是差太远了 更何况他还有歧视 是太子殿下 好好好 微臣参见 怎么是你啊 拍他人之事 我想见我吗 怎么会呢 不知赵大人今日前来 有何贵感呢 太子殿下驾到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微臣参见太子殿下 两位快快起身吧 不知太子殿下 功龄寒舍 有何贵感呢 吓死 白大人 本宫今日前来 肯定是要 白大人 赵琳这次前来 是向林波提亲 林波 嫁给我 我 我 赵琳 你胡说什么 你已经有了正气 我白宇的女儿 可不会去做小 我和刘诗诗已经和离 这是和离书 在户部已新登记 林波嫁给 可做大 你就是那个发明了 经言经堂的公布室 赵远 不好意思啊 现在是公布尚书 公布尚书 那见了本宫为何不贵 腿角不变不想下 大胆 太子殿下是君 你是臣 管你有什么理由 都要下跪 我不贵了 那又如何 你建军不贵 分明有谋逆之心 我现在就杀了你 动手试试 让这一个二品官员 在这里不知天高地厚 我看你是找死 找林 这是太子殿下 你下跪乃是礼数 白大人 我今天来 是来你家提亲的 非让我下跪 那多没念 就算陛下 对我这礼数之事 也没有过多追究 太子殿下 非让我下跪 是不是有了太 好了 白大人 本宫今日来 你府上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向林波姑娘提亲 至于这个顶撞我的 本宫伺候会自己出 但是现在 本宫要你给我一个答案 我 这讲究先来后到吧 提亲是我先提出来的 难道太子殿下 要仗着自己的身份 挖别人墙角吗 赵林 你休得胡说 太子殿下 什么时候挖墙角呢 这有你说话的份吗 太子殿下 我听说 你和林波姑娘 四位相持 而我和林波姑娘 情同意 我才来求的婚 太子殿下 这不是挖人墙角 这是 什么呀 我 你不用说 我都明白 父母之命 没说什么 这婚姻大事 自然得有不 多了算 自然我们的目标一致 那我们现在就是 进入阶上 你也配合太子之战 还不滚蛋 优人 啊 死了 死了 城堂里被一圈打死了 来人 来人 你竟然敢下本宫的人 一个小小的五品同意 赶紧下犯上 他该死 你竟然有如此武力 这就是有几种皇傲的资本 那正好啊 今天我们就来一场武斗 谁赢了 谁就赢取白骨 那我也想李孝李孝 这阵的原则 有几千奇 二位请坐手 二位一个身为公务上书 一个乃是当军储军 岂能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 即便那个女人是我自己也不行 是二位 没必要如此啊 矿子 我白铃柏不是一件货物任人争强 若如此 我宁愿谁也不嫁 二位请回吧 你的眼神 还有你的气势 都在告诉你 是你真正的战士 而且是那种 行武多年 骁勇无比的战士 可是你是如此年轻 奇怪 太喜欢 太子殿下 如此夸赞 赵某真是受宠若惊 不对 不对 你到底经历了什么 你到底是什么人 你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人 就可以发明出经堂经年 还在短短时间统一了六步 现在还有这种物理 那么当年说你是个傻子 怎么可能 难道这些年 你一直穿着人皮面具吗 太子殿下说什么 赵某听不懂 这郑伟元帅 果然不是泛泛之辈 竟然能看出我前世的经历 看来你抓紧时间做事了 听说 有些人可以拥有两世的机会 他们 相貌年轻 但是他们却已经是两世为一 不可以貌而论 不过 这种事情又怎么可能呢 今日 确实是本宫慢了半拍 理应是赵大人优先 本宫告退了 太子殿下 殿下 赵大人 赵大人 你这一探 太子殿下 你就这么放弃白姑娘吗 放弃白姑娘 等于放弃整个兵部 没有兵部上述 行李大臣的帮助 咱们对大皇子 可能会很被动 进入决定 现在兵部是次要的 当我决定是赵林这个人 那比我想象的危险多 他那么想要控制中枢六部 现在 我疯狂地提升自己的影响力 他比我大哥要危险太多了 不行 我要把今天感受到的东西 把自己放 白大人 既然太子殿下已经走了 那我和林波这婚事 白大人 能否成全 我就这么一个女儿 像来江山官那样 我可不想左右她的婚姻罢子 一切要自己决定吧 林波 我知道一个很美的地方 可怨同趣 这地方美吗 其实 我觉得世事姑娘挺好的 应该选择原谅她 而不是走到这一步 我为你们的事情感到惋惜 我也这么觉得 她确实挺好的 我也是接受后才发生 那你 但毕竟隔阂在前 这次和离 或许是破而后离的契机 你是说 你们 你们会和好吗 你想我们和好吗 我 我希望你们和好 也便我对你有欲 但我也不希望事事姑娘失去你 你是个善良的姑娘 比起她 我更不想错 你 你这是在做什么 你怎么能像一个女人下跪 我赵林不贵天地 不贵王犬 但对我喜欢的女人 这一个人 代表了我所有的真心事 林波 你愿意嫁给她吗 我从未见过男人 如此向女人求婚 这戒指 是何含义 你若答应就戴上她 她就会把你牢牢地套住 成为我的人 你愿意接受吗 我 我愿意 林波 你这是 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 问君敢与我相遇 连就连 我和你 相遇一百年 谁若九十七岁死 奈何相杀 等三年 根据 解余为提供的消息 我已经查到 朕的八弟 真是他 父皇 作为太子 又是镇北将军 如此慌张 成何体统啊 父皇 那个赵林 他有问题 何出此言 我总感觉他在酝酿 一个惊天大阴谋 他的目标 很有可能是我们皇家的地位 他一个二十足头的年轻人 短短时间就控制了中枢六五 假以时日 肯定没有人能治得 自古大财之人 独揽大权 是个坏事 但同时也是好事 因为只有这样 他们才能发挥出 对国家最大的作用 即使控制了中枢六部 只要兵权 黄权 在我们手里 又有何局啊 怎么 有这样的人才替你治理国家 而你坐享其成 又不用烦心 有何不好啊 那是 儿臣心中意 总有一种阴霾挥之不去 那个赵林 必须死 他在公布 发明了精元 精肠 水泥 炼钢技术等 单独的拿出哪一箭来 都是矿石工需 而且 他还在 不断的创造奇迹 像这样的人 如果杀了 怎 如何向天下的百姓交代 天下重要 还是皇权重要 那 你想如何做 我要一统兵权 连你大哥的护手军 在里边吗 我既已是太子 大哥理应让出兵权 随便找个封地 当个王爷就好 你是不是 想借着除掉赵林 而毛举一头 所以您怎么想 您若不愧 即日起 我便以青图乱党之名 将镇北军 调至京城 混账东西 我刚立你为太子 你就如此刺激的大哥 倘若 镇北军进场 大哥 必然夺心 不慌 儿臣既是当朝太子 也是一国元帅 我势必统一天下 清除一切障碍 我这么做 也是为了救大哥 更是为了救我们皇家 好 有客力 真心甚畏 以后 你想做什么 就做什么吧 只要 我害你大哥 我不想看到你们兄弟 并容下 你们都已经长大了 我这些事情 也不是朕 能顾客地注意他 父皇叮嘱 臣 谨禁 白义何在 威臣 扣下陛下 太子将下 朕明你 帅锦衣卫 辅佐太子 各赐天子剑 有先斩后奏之权 是 陛下 就下去吧 山雨欲来 丰满楼 太子殿下 英明神 颇有您当年之风 交给他 一切都会 风调一顺 去请太后 有个阵 有事找他 太后礼佛 闭关七日 明日便可出关 有些事情 是该说清 太后 我认识到 儿臣 恭迎母后 皇帝 哀家刚刚出关 你便催我前来 可为何事 啊 师父啊 朕叫你来 是想告诉您 一件大喜事 喜事 经过了朕 气而不舍 孜孜不见的努力 终于找到了 小八弟僧在何处 您是不是很想来啊 你已经是天子了 你还想怎样 留下你这唯一的弟弟 那行吗 赵清风 确实有些瘦点 那天 他妻子难吃饭 我之计 是母亲霜 他用儿子替换了 小八弟 一直 养在春天 那天 又连 也不时 一顿 我不能 跑 不时 还不时 又连 我 不时 不知道自己的身份 你一直知道他身份的 只有两个人 为了是赵清风 他已经死了 另一个 就是我 姑后 真是何苦啊 这些年我被你换了 在皇宫之中 不见天日 这样的日子我早就都过够了 我现在愿意用我衣服来看你 只要我死了 就没有人知道天生 不管你对他做什么 只要你留 你把你这一条命就足矣 陈庄走 我没有和你商量 你真是何苦啊 你只有我心里又能忍费 我不死 万一说是赵人生 对你只有危险 我不 不不不不 正 不让你死 不允许你死 她真要让你看着你的儿子 一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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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刀是怎么活寒的 这个年车我刚刚疑回了50多年了 是问你 我能轻易换过他吗 那啊哈哈哈哈 啊啊啊啊 大师宝了 大师宝了 何时情况 你们看 这个位置地处黄河太子驾到 参见大哥 太子真是折煞我 要行李应该是我行李才对 怎么反过来 我虽然是太子 不过我依然敬重你是我的大哥 我们兄弟之间就别说这些虚伪的东西 今日来我这儿 有什么事情 大厦十二周的幽州 地处西南 风景优美物质风静 大哥还行 那我们就不是 但是你甘心吗 我不甘心 有何用啊 我有一个法案 想知道吗 你办吧 你走 你进军护城位 接在京城之内 三个时辰就可以封锁京城 依靠城墙的防御 以及城内的资源 就算他二十万驻北军 又有何惧 在这期间 你携天子令诸侯 让皇帝老儿传书十二个周 就说太子要谋反 请求至远 就说你跟李应外合 你那太子兄弟 又有何惧 还有一个法子 就是你直接结果 栽赃给太子 然后自己当皇帝 赵远 你住口 脑子你在说什么 我是皇子 我是父王的长子 我记得那个 别带我不王 你他妈才住口 你还好意思 说你是长子 那为什么你不是太子 而赵延世 城隍在风 忙忙就在一念之间 皇帝老儿 他怎么当上了皇帝 逼宫 谋权 篡威 这二十年 又有谁提过一句 又有谁能动摇 他的皇帝之位 而你呢 胆小诺诺 小肚鸡肠 储君之位 没有传给你 我看你是情侣之中 还大言不惭地说 让我做你的夫政大臣 皇帝 我能听见你内心的声音 我知道 你这些年 父亲对你们区别对他 太子永远都是那个 最聪明 最受宠的人 而你呢 受罚挨骂我 长大后就算 你拼命地追赶 拼命地努力 也改变不了你父亲的偏爱 你为什么要压制住你内心的这股怒骨 我告诉你 成大 一双手 岂能是干干净净 该说的我都做完了 怎么做 怎么选择 不如是你自己 原来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的目标 一双手 岂能是我唯一的出入 我更新你 你终于想明白 你打算现在怎么做 我早已传书了十一个州 让他们调兵 请求支援 只要将传胜之 传国玉玺很难仿之 再说 我控制了中书六 有几个中书大人的联名同书 这个 还骗不了他 难道 你早就预料到 我会听你的 你的一切 都是你自己的 做事去吧 留给你的时间 可真不多 大事报完了 大事报完了 什么事 说 大王族对外神僧 太子殿下有祕谋 则调领禁军和护城军 围住皇城 说是要保护陛下 秦儿怎么会干这种事情呢 可真是事实了 你死啊 你死 他怎该 天道饶或使 赵宏 没想到你有今天 你住口 你死 什么时候让你救家了 你 你逼我的 我 麻烦你欲比亲说 就是我太子谋反 你传位于我 一切就得结束 我不信 我不信 秦儿你能做出这样的事 是不是有人过后你 是不是他 是不是秦儿 你 你三个 我的孩子 人家快走啊 不行 把皇子召红逼宫 我若不在 他必然翻遍整个天下 这个孩子 还没有人知道他的存在 求你帮我带他出宫 走 幸福 没有其他可以信任的人 只有你能帮我 孩子就认真你了 你一定要藏好他 那是平安月 给宝台一辈子平平安安 快走啊 保住 保住 秦儿回头吧 没必要走到这一步 回不去了 那你就动手吧 你别让我不敢 你别让我不敢 动手 我下不去守 你下不去守我来 狗皇帝 去死 秦平头领 太子不管不顾 协助北军 开始攻打精神了 他还让你赶紧投降 不要再做赏事 投降 不可能 二弟 让我们在战场上 你去搞笑 走 你可千万不能发狐独啊 我知你有宗师之力 可天外有天 你的功力尚在我之下 凭你 还伤不到必须 皇帝 求你们不要伤害他 娘 杀开 你 你叫我什么 我都知道 这一切的一切 我都知道了 这些年 我不在你身边 委屈你了 杀了我的生父 先帝赵秦 又害死我的养父赵秦 必须得死 家政乃 大内第一高手 天下无人能计 就凭你 陛下 您是让奴太 直接取了他的性命 还是先断了他的筋脉 将他打成这 他害得我父子法木兄弟相残 拿下他 让他死无头 大神之地 是 陛下 这是何物 刚出炉的新发明 还没来得及向朝廷汇报 那你带着你的新发明 跟阎王爷报道啊 动手 哎 啊 八点 都是真的错啊 这欠不该忘不该 这实在你死了 把这个预报 老人对这个时代 没事 灵儿 赵洪已死 娘可以为你证明 你才是正统参位继承人 娘 皇帝没兴趣当 这个时代不管是太子 还是赵秦 都不有好事 太子 赵延 勇敢 广断 见识云 嗯 那个赵琴嘛 虽然有些不足的事情 但是他善惹 最后面对自己的至亲 也没能动手 说这次 他们兄弟在兵刃之间 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实话 但若为御波 我相信 大夏肯定会更进一步 那你呢 你 我早就求救各州郡 派兵阻止这场帝王之政 我相信 很快就会结束了 哎 我听说 南海有个小岛 路质丰富 人气寒致远离纷争 我想和我一家人到那去 你啊 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我要和你一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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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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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啊 哎 老赵 到底没事 放心吧 那么大个炸弹 能活下来 简直就是积极 谢谢了 老赵 我回来了 我们的大英雄 你终于醒了吗 你可让我们试试担心了好久呢 我回了 我回来了 这些年我不在你身边委屈你了 你杀了我的生父 我 先帝赵秦 又害死我的养父赵秦峰 必须得死 家政乃 大内第一高手 天下无人能及 就凭你 陛下 您是让奴太直接取了他的性命 还是先断了他的筋脉 将他打着 他害得我父子法木兄弟相残 拿下他 让他死无底 大神之地 是 陛下 这事 刚出炉的新发明 还没来得及向朝廷汇报 那你带着你的新发明 跟阎王爷报道 啊 动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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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真的做了话 等权不改 忘不改 等实在 你死了 我把这个羽毛 我们对这个时代 没事 灵云 赵洪已死 娘可以为你证明 你才是正统双位继承人 娘 皇帝没兴趣当 这个时代不管是太子 还是赵秦 都不有好事 太子 赵延 勇敢 广断 见识远 嗯 那个赵秦嘛 虽然有些不足的事情 但是他善良 最后面对自己的至亲 也没能动手 就是这次 他们兄弟在兵刃之间 能够明白一些道理 耍干 热为御波 我相信 大家肯定会更进一步 那你呢 你 我 我早就求救各州郡 太平阻止这场帝王之战 我相信 很快就会结束了 哎 我听说南海有个小岛路质丰富 人际罕至远离纷争 我想和我一家人到那去 娘 你愿意和我一起吗 要和你一起 哈哈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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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醒醒啊 呃 怎么中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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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没事 放心吧 那么大个砸蛋 能活下来 简直就是经济 谢谢了 老赵 我回来了 我们的大英醒 你终于醒了吗 你可让我们试试 担心了好久呢 我回来了